柯文哲你是急重症醫師 我要告訴你 你身邊有個政治急重症的病人 你不趕快搶救 你要讓他壓垮 壓垮民眾黨的最後稻草嗎 這個他們要特別小心 否則的話整個會滅黨 他們要小心後面的問題 衍生出來的問題 BUG就在民眾黨上面 BUG就在告犯上面 病因就在這裡 那reset就是 你們自己要去reset 柯文哲你是急重症醫師 我要告訴你 你身邊有個政治急重症的病人 你不趕快搶救 你要讓他壓垮 壓垮民眾黨的最後稻草嗎 我認為 事實上他要思考這個問題 以我的看法 高安只要多休息 多喝點心靈雞湯就可以了 因為我看高安今天講說 他的助理與黨團有溝通 代表他承認有這個事實對不對 那邱成員講說 民進黨要公佈你們有沒有這個問題嗎 我要告訴你 我們民進黨黨團成員 完全依照公會助理補助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你講這一句話 就好像轉移焦點 治政有罪 何其心息 那關於這些問題 我坦白講的話 這個林冠田也說他有 有錄音檔 也有這個裡面對話 也送給北極組 那後續會有人繼續爆料 所以這個有事實和法律政經的問題 這個他們要特別小心 否則的話 整個會滅黨 滅黨 他們要小心後面的問題 衍生出來的問題 因為過去有人曾經這樣被判圍道文書 然後 圍道文書 然後手持工錢 那這個他自己要去面對後續來的 人家資料有掌握多少 你能難保你的所有眾多注意 沒有一個人會去直接認罪嗎 你很難去串的 所以這個世子法律的認定問題 後面的很嚴肅的 有人繼續爆料 不過在這裡我想談的這個整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法律問題 剛剛要面對法律問題以外 這個我想官司難逃 另外一個我們在這裡比較 要重新再去講一個 就是說你這種灌老闆 和一千萬勞工對抗 這種相對剝落感 對新竹的年輕人 尤其科技人口 科技工程師 他們的相對剝落感是非常重的 你不可能像鴻海說 或是體育店 會叫員工把錢捐回來 然後轉做他用 這倒是目前所有新竹市的年輕選民 全部看不下的問題